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注意粘的时候呢不用粘得太紧 像这样这种松松的就可以了 咱们去试试效果吧 像咱们这种毛泥大衣穿久的话呢 上面就会粘上很多的毛毛 非常的难打理 咱们可以用刚才这个啤酒瓶来试一下 之所以馋的很松呢 就是因为胶带可以轻松的打转 看这个效果是不是很不错呢 可以左右来对比一下 那咱们平时穿的毛衣外套裤子 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清理灰尘哦 啤酒瓶的第二个妙用 就是可以当蚊香支架 如果蚊香的中间一不小心断了 也可以这样斜着放 看也是非常的稳固呢 第三个妙用 咱们的靴子呢 直筒非常容易弯曲变形 只需要往里面放一个啤酒瓶 就可以把靴子支撑起来了 第四个妙用呢 就是可以用它来擀面 咱们在家里找不到擀面杖的时候呢 也可以用啤酒瓶来当擀面杖 看这样擀出来的效果也是不错的吧 像啤酒瓶的盖子呢 在生活中也有很多的妙用哦 可以用它来刮生姜瓶 同样用这个方法来刮土豆瓶也是可以的 啤酒盖的第二个妙用呢 就是香皂肥皂防滑 咱们把啤酒盖放到香皂盒里 齿轮的这一面朝上 再往上面放香皂 这样呢就可以很好的防滑了 没想到吧 这么普通的啤酒瓶在生活中还有